好 先看台北股市的狀況 剛才講到台股封關之前 台積電每天都有新高點 陳彥哥 台積電今天引領大盤 一開盤就攻上萬八 拉尾盤 尾盤收穩了萬八的大關 今天開盤沒多久 其實台北股市的氣氛還不錯 不過本週很關鍵 有人說這2024以來 最風險的一個禮拜來臨 因為美國跟台灣都有大勢 美國有超級財報州 而且是跟AI 跟晶片 跟伺服器 有相關的個股都要公布財報 那台灣呢 禮拜三有夠忙 跑財經記者要趕脫了 包含了聯發科 聯電 友達 都要召開法說會 我們一一來拆解這個禮拜的 包含美國財報州跟台北股市的法說州 大家可以是期待有彩蛋嗎 還是有可能會爆雷 昨天台股收盤發出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訊號叫一起救救我 很多人都說果然你看農曆年前 絕對不會有行情 17995 17995 上禮拜五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事情不是傻人太簡單 大家都想錯了 因為英特爾根本都還沒有 真正受惠到AI 所以你仔細去看 今天台股是不是大漲 就漲上來 而且重新又 而且這個漲不是小小的 它直接站回去這個萬八之上 而且告訴你119 119來了 來救救我了 你要我救救你 我救護車就開到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當然在這當中 我覺得這個禮拜 大家也不要想太多 基本上報警很重要 真的嗎 不是報警查 是把股票報警 為什麼 因為震盪一定會拘裂 為什麼你看1月30號美超圍 之前上修財測 可是這一次要真正的公布財報 那又不一樣 你會不會真的財報的狀況 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它財報真的很好呢 因為你看它就是AI不是嗎 好 再來 接下來聯準會又要立會了 這一次據說 因為PC各方面的數據 其實真的是有降下 對 我講通膨的部分 那經濟的表現又不錯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來降息了 所以預計這一次 應該會刪除說 有可能還是要升息 這樣的一個字眼 那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代表我們距離降息 就越來越近 那如果是這樣 對股市是利多 這沒有問題 而且包爾也很奇怪 每次都要靠傳聲筒 跟我們講 對不對 我覺得當然這個部分 大家持續看 那再來31號 AMD 微軟 Google 實際上它們三個 都有實際投入在AI 這個領域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覺得目前 因為目前來講 AMD的目標價法輪已經提高 華爾街的外資已經提高了 所以代表他們也看好 這一次才報的一個公佈 微軟 Google 是不是能夠持續受惠 而且我們發現 有沒有真的變現 他們現階段 在投資雲端的部分 是不斷的在擴大 在增加 實際上他們業績都很穩定 它也不太可能因為 AI的部分產生太大的變化 但重點是 他們未來投資 AI這個領域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個部分很重要 好 再來禮拜四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高通 高通 因為高通是真的有投入到 AI的部分 所以如果它真的投入 也整個營運狀況 真的有回升的話 那我覺得對市場來講 就是一個激烈的效果 因為今年坦白講 如果把AI拿掉 大家對半導體的看法 不是那麼樂觀 可是重點其實就是AI 也沒錯 所以如果AI的表現 各方面大家的狀態都好的話 我覺得就不用太過擔心 另外特別看一下 這個利率決策會議以後的 一個記者會 大家就注意一下細節 當然接下來蘋果 可是反而我對蘋果 我沒有那麼在意 為什麼 因為蘋果不就iPhone iPhone的部分我們大概知道 銷售的狀況 大概稍微穩定增長一點點 而且最近這個庫克也變不出 什麼新花樣 當然大家會講它的頭盔 可是以頭盔的數字來講 我覺得不會給蘋果的營收 帶來多大的貢獻 所以我持平看待 當然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自己回到 這個台股的部分來講 我一直在講AI 其實AI有四大天王 對 有四大天王 包含了音業達 廣達 技嘉跟尾宜 我們常常在講看尾牙 看出這家公司 未來的前景 這裡面 許家瑩我認識 新騎北美那一個對不對 500 不得了 這個以前我也裝扮過 大咖 這個是大咖 然後獎金竟然破億 所以代表什麼接下來 送獎金破億 這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過去一年真的很好 第二個 他沒有要保守看待下一年 就今年 因為如果是的話 他不會這麼大手臂 所以他對前景也看好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所以你看 這裡面他講伺服器 有講到伺服器 講到Google 講到微軟 講到亞馬遜 再來 這裡面當中 大家注意看 包括AI的PC AI PC的部分 還有一個車載娛樂系統 請問一下車載娛樂系統 未來跟AI有沒有關係 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 整個核心 還是圍繞在AI的部分 而且現在 這四大天王 不像過去 晃晃在那邊組裝電腦 對啊 對不起這樣講也不太對 就是很單純 持組裝電腦 組裝伺服器 現在不只你說電腦伺服器 PC 包括車用的部分之外 大家不約而同都跨足到哪裡 醫療 為什麼要跨足到醫療 這裡面跟AI有很大的關係 是嗎 因為現在所有他們跨足到醫療的部分 其實都跟AI有關 譬如說智慧傷口軟體 就是照一照可以知道 一種判斷的一個方式 對不對 這個傷口狀況怎麼樣 怎麼處理 那你就知道說 我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 我要用什麼樣的一個診斷方式 當然專業的部分 還是要交給醫生 但這就能夠很快的進入狀況 還有包括人保的部分 AI影像辨識技術 去做醫療監控 醫療診斷 這個也可以協助醫生 更快進入判讀的狀況 再來廣達的部分 你看智能監控 機器人 一樣導入 廣達早就做醫療 很多大醫院裡面 那些什麼病例 病床都是廣達的 我之前聽過他們在講 他們說 AI的部分 一定是會跟醫療整合 因為它更需要更多的數據 去演化 去做計算 然後你看偽創的部分 也是把AI影像判別 導進去 所以我覺得 從這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當然四大天王的 基本面各方面 大家都很熟悉 我很快的從技術面的角度 帶大家去思考 實際上廣達是過去 投信任養比較多 可是你看 過去這一段長期來講 為什麼股價的表現就不好 原因很簡單 投信的一個賣壓 最近投信稍微有回補一些些 可是我覺得回補的力道 沒有過去這麼猛 這個就有程度上面的差異 但是你只要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這一次出量是在這兒 出量在這兒 就這個缺口這個地方 大概在243塊附近 如果再回補到這個地方 能夠穩住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缺口的下源如果穩住 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當然我覺得現在大家真正關注的重心 其實是誰 偽創 因為他有偽影 真的就是這樣 他不只自己 他真的不只自己好 因為他有一個經濟模 我坦白講是這樣 所以你看 剛才在講廣達 他就沒有 但投信在這裡你看就大買 買比較多 真的買比較多 然後當然大家一定會說 他買尾算會有廣達 可是實際上重心是在微創 所以你看這個缺口 他連補都不補 比廣達強 他強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真的從強勢四大天王來看 我覺得他是相對強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在封關前 到缺口附近 反而可以接入嗎 那太好了 很棒喔 當然 因為我覺得年後的重點還是AI 不會年後就沒有行情 人保 人保的部分比較可惜 因為他完全沒有前兩個大哥的 這個線圖 投信買進的狀況 也沒有那麼積極 雖然大家也把它視為 這個AI概念股 但是在這四大天王當中 它是弱的 所以你認為寧願去買尾創 也先不要考慮人保 基本上在考慮的過程中 那音樂達有IP 那音樂達不錯 因為這一次你注意看他的尾牙 其實已經有很多強烈的暗示 對不對 但是前面這個黑K的部分 他的這個高點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他是不是一樣回來回測 所以如果沒有補 沒有來補這個黑K 我覺得線圖是強勢的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續爆 AI伺服器的這個四家公司 陳彥給了非常明確的操作指令 封關之前看好的是偽創 因為投信買比較多 股價比較強勢 那麼上個禮拜我陳彥來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 搭上了台積電的未來 在日本 在德國 在美國 甚至台灣加大先進封裝的題材的話 有幾檔個股落後部長可以留意 那今天禮拜一 我們來追蹤一下 幫大家追蹤一下 因為我還是覺得探針卡這個部分 在整個過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我們上次就有講 它是全球第一大懸備式探針卡 也是垂直式探針卡廠 也是台灣唯一具備挑剪跟測試機台的主要廠商 所以你看這兩天上個禮拜回檔 然後你看我們講完 今天的表現就開始慢慢浮出來 像這種就是在接下來整個台積電 穩定業績成長過程中 你可以去關注的 那當然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要去看的 就是它能夠比較有潛力 實際上我講這一波 這個目得的部分就是日月光集團 日月光集團進來以後 對它整體業績一定有很大的貢獻 加上這個股價 你看它長期整理過後 最近才開始上工 最近才開始上工 再加上主力 不過這一檔我也是提醒大家 我說因為它的交易量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 持股比重不要太高 我懂 不要壓太多 而且目前機構還沒有真正進來 大部分還是所謂的市場派的主力 或是公司派的 所以操作上有機會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一旦突然爆量的時候 可能會有調節的賣壓 好 那我上禮拜有特別提醒大家 我說這一檔你去看 但是你要注意 第一個黑K爆量這個地方 它的壓力 如果它沒有辦法攻上 像今天就是遇到這個壓力以後 出上影線 基本面沒有問題 長線也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量太少 所以如果像這種股票要介入的話 可能要壓回以後再介入 整體的狀況會比較好一點 重案選案 風紀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新聞網 真相不漏網